跳著Michael Jackson的經典舞步 好久不見的吉祥物大義 驚喜現身 熱情迎接SBO在農曆年後 前進高雄巨蛋的第一週賽程 一樣是熟悉的面孔 但大家最關注的莫過於祭出 贏態度不佳被抬皮炒魷魚的養獎 O'Brien 在劇情大逆轉加盟富邦勇士後 會有什麼樣的爆炸性演出 果然三號首場回國戰 就讓球迷大吃一驚 全場雖然抓下十九籃板 但體力明顯下滑 十七頭頸三重的命中率 上場三十二分鐘只拿七分 表現不如預期 讓富邦慘輸墊底的金九十三分 不過經驗豐富的OB 隔天對上玉龍的比賽立刻回升 收結三顆三分蛋攻下十一分 攪出雙十成績單 整體表現算是平盤 而老東加台皮下半季戰機 可說是逆空高飛 在高雄兩戰全勝 不僅打響外帝王的稱號 更是幾下富邦成為聯盟第二 一大關鍵在於新生代射手 余幻亞 建區成熟穩定的表現 上季菜鳥年平均五點六分 不算特別搶眼 但本季突飛猛進 場均得分來到十一分 三分球命中率更是高達四成 明星賽連把三分球王的阿亞 四號對上蒲園打開殺戒 全場標進五顆三分蛋拿下二十一分 追平生涯最佳表現 也寫下六場得分來到雙位數的紀錄 而長江後浪推前浪 SBO開潮元老陳子薇 在過年前跑下退休陣漢彈 選擇極流勇退 專心擔任政大男籃教練 宣布本季結束將高掛球鞋 表現確實更加亮眼 五號浦原交手富邦 高炮塔再次辦起第四節先升 決勝節三顆三分球狂標十二分 板凳出發上場十八分鐘 紅下十八分 超高效率演出帶領球隊 八十四比八十逆轉勝 陳子薇燃燒小宇宙 把握球員生涯的倒數計時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